大家好,這是王狗 為什麼我會穿著這個衣服在這裡? 看我上一集的人應該就知道 在影片裡面我有說到 最後的夢境中呢 我夢到我被綁在木頭上 坐著一個遺室 周圍的人圍著我 然後那個畫面就讓我想到 我在一本黑末法書上看過的 醜石參奏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來做這個 關於醜石參奏的都市傳說 醜石參奏呢,是源自於日本的江戶時期 有一名女子叫做宇治喬姬 她為了殺死自己嫉妒的女人 而去了貴船大名神 也就是現今在貞賀頂的貴船神社 去祈求神域 結果神域呢,指定女子 要把長髮捲成五圈 用鬆子把頭髮固定住 然後頭戴鐵環上面插上三根蠟 並且浸泡在宇治川的河水21天 她就這樣照做 果然呢,到了願滿之日 她就化身成利鬼 把那個她嫉妒的女人給殺掉了 這個故事呢,就是傳說中的醜石參奏 醜石參奏呢,其實在日本 非常非常非常的著名 包括在日本宇治市 也有專門建了一個這個女子的神社 叫做喬姬神社 然後目前這個神社呢 是日本人可以去當地祈求愛情穩定的地方 後面也有很多日本的畫作 也都有畫到這個關於醜石參奏女子的故事 總之在當地就是一個非常盛名的傳說以及神明 不過當初醜石參奏的執行方法 是潰傳大名神給女子的神譽嘛 但到了現今流傳下來 其實已經可以變成另外一種 詛咒法 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準備好醜石參奏的標準服裝 日本式縫進 長髮 鐵環插著三根蠟燭 紙人 把你的一根頭髮跟這個紙人放在一起 連續七天帶著怨恨的心情 用針擦你想要詛咒的這個人的部位 據說到第七天的時候 針擦下去的那一刻 那個人那個部位就會疼痛不已 甚至到最後死亡 另外注意的就是這個傳說呢 在鏡琉璃跟服飾會裡面都有提到 如果在神社前面 進行這個儀式的話 他的成功率會更為準確 所以呢 我們就找一個 看起來恐怖一點的神社 來進行這個 詛咒他的儀式 這個人後當然 代表的就是 我自己 雖然畫的沒有非常的像 接著就把夾髮帶放 準備來進行我們的第一次吧 戴上這個夾髮 會不會有點太美啊 接著再戴上武德 對對大家 這就是我們的標準裝備 對 大家暫停一下 看我這身衣服 不覺得我很像 我法術攻擊的日本祭司嗎 突襲暗影傳說 正是這一款暗黑奇幻風格的RPG大作 就可以在裡面找到像我 這樣子的角色 這款遊戲的背景呢 是在泰拉里亞大陸 玩家們必須組建一支軍隊 在城堡、沙漠、地牢等等地方 展開戰鬥 並從多達800名以上的英雄 蜥人、精靈、獸人、矮靈、惡魔等等 組建自己的軍隊 你們看他們戰鬥的樣子 不覺得很像那種 80年代英雄無敵的那種 集市感嗎 回憶都湧上心頭了 我們現在就來抽神聖碎片 哇 我第一隻是這個聖哥教女 她看起來十分有那種 魔獸世界裡面聯盟陣營的 正義女英雄感 我們再來試一試 哇 這次換一個很暗黑的海克希亞 她就很像是那種 人與種族 可是因為做了很多壞事 然後被流放到暗黑地獄裡 感覺就會放很多那種黑魔法 我們再來抽最後一抽 哇 哇 奧拉伊 對,你們不覺得她很像魔界裡面的精靈嗎? 我的運氣不錯 抽了三次呢 就抽到了一隻傳說 那想要傳說的人呢 不一定要用抽的 因為愛你傳說舉辦了一個福利活動 只要從今天起連續登入十四千 就可以獲得免費的傳說英雄 阿德琳 直到七月八號為止 另外 如果使用我的QR碼 或者是連結下載遊戲的話 將可以獲得巨大的新手禮 包含高等精靈聯盟的史詩英雄 從泰雷爾 並且到達二十五集之後 你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入門套裝 史詩英雄德拉姆教主 需要的人呢 可以點擊我描述框的連結 才能夠獲得這些巨大的獎勵 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加入我的工會大狗狗幫 剩下的 就交給你們自己探索囉 拿著我們這個娃娃 要找一個有閃爍的地方 哎呦 嚇死我 你們看到這邊 有一個繩子掉在這裡耶 不知道如果人家在路上看到 我是整身的這樣裝扮 他們會覺得我是什麼意思 我們轉身看到了 我們這裡 就一個路邊的神社 等一下就正對著這個神社 給它刺第一針下去吧 往後看 很可怕 那第一針呢 刺哪裡比較不會痛啊 不然我刺我的右手好了 畢竟現代醫學 手指就算截肢了 也還是接著回來嘛 第一針 第一天 刺一下我的右手 然後看我第七天的時候被劇烈疼痛 來吧 好 OK 我已經刺上了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清楚 那我們就 連續七天就都回到這個地方吧 第二天見 OK 大家我們回到第二天 昨天刺完之後呢 我是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這裡的氛圍呢 也跟昨天差不多 同一個位置 OK 今天是我們的第三天 一樣 刺在這個小籃上面的一個位置 刺下去 他的這個手的洞已經越來越大了 OK 明天見 昨天這個小人物醒來的時候呢 他的頭有一點破掉 我家的貓咪很喜歡咬那個 昨天頭有點老了 不知道這個會想到我 第七天的結果 不過我起來之後 我就頭少一塊 像麵包臭人那樣 但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 好 那我們第五天見 今天是第五天 發現這個廟呢 的側邊 還有一個佛像 繼續的刺牌 如果真的會出事的話 我的手應該會直接講 堆一個空洞 現在是我們的倒數第二天 也就是第六天 那這個小籃呢 這個大了 我們就繼續把它刺下去吧 OK 各位大家 今天呢 就是我們的 最後一天 也帶了一把比較大的剪刀 然後我們要來把這個小籃 砸碎 據說就是砸碎之後呢 我們的手 就會開始感覺劇烈的疼痛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間 已經快要接近造成 所以比較多人經過 我不曉得他們看到我 這樣會不會覺得很荒謬 去這裡好了 好緊張 來了 3 2 1 炸碎 炸碎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我的時候怎樣嗎 看起來是還好 不然我們走回車上那裡 看看好了 可是我一直有聞到一個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Jafar的味道 好吧 看起來是沒有怎麼樣 我怕在這裡待太久 會嚇到開車的人 我已經來這裡這麼多天了 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土地公的樣子好了 然後這個是我前幾天的那個樣子 對 因為我現在的時間呢 比較偏早一點 我剛剛這邊拍攝呢 有不少的車都會停下來 然後打圓光燈照我 所以我趕快把這個假髮 跟蠟燭拿下來 我怕那個樣子 真的會嚇到他們 開車開一開 不專心就出車禍 我也會感到愧疚 這塊要亮 好像也是沒有特別的怎麼樣 我先回家吧 我家裡這裡路途也有一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七天來的小人的成果 才已經變得破爛不堪了 他的手這個部位 剛剛就是被我撿爛了嘛 就先回家好了 看看回家之後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來跟你們講 OK 我們走吧 一直有聞到一個味道 說不上來 我覺得可能是我這個假髮的味道吧 對大家 我回到家了 這次的醜食之咒呢 我看很多日本網友 其實也都有挑戰過 但他們頂多都是錄到 女生的笑聲 或者是腳步聲而已 有興趣的人可以上 YouTube看到很多 相關的視頻 只要打醜食參眾 至於我這次一直聞到十味呢 就讓我想到那個 我之前去文化大學 廢棄樓船 玩筆仙的時候 這電機怎麼臭臭的 你有聞到嗎 屁股是屎味 對 剛剛沒有 現在有一個大便味 剛剛沒有大便味 你有偷大便嗎 那後來呢 就有聽說 欸 鬼門的味道 好像就是屎味 坐完這個傳說 我聞到屎味 其實我本來是百思不得其見 直到開著車 進入了停車場 把車停好之後 我一下車 才發現 啊 我的輪胎 狗到屎了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中 除了這個意外的驚喜 其他也是沒有遇到什麼 太恐怖的事件 甚至是我的手 到現在 還是好斷斷的 沒有怎麼樣 之後呢 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就再跟大家回報啦 有興趣的人呢 也非常歡迎去這個 日本遠遠流藏的 一段 歷史故事 喬姬神社走一走 OK 大家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喜歡 謝謝老師 網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